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陕南汉中留守老人忙着秋收 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守老人成了不少山村农业生产的助力 留守老人经过大半年的劳作 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他们收获着板栗、核桃、蜂蜜、花生、南瓜、稻谷等名作物 移民安置新村连排别墅间成了留守老人晒秋的好地方 移民安置新村的健身广场也晒满了稻谷 老人骑着摩托车将从地里收获的稻谷运回家 在自家房前晾晒芝麻的老人 一名八十多岁的爷爷将收获的花生吃力的提回家 两名八十多岁的奶奶在家门口包玉米 聊天 一名六十多岁的留守老人在家门口打花生 从山上往家背山货时 会在背上垫这样一个棕皮垫 棒棒桶打开了 可以割土蜂蜜了 辣椒像一个花环 家里养的鸡鸭额肥了 新收获的板栗炒好了 在外打拼的你要是中秋节回家 吃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收回家的新鲜山货 要是中秋没能回家 老人肯定为你藏着 等你过年回家 就能吃到当年的新鲜山货和鸡鸭额肉